顾客朋友大家好 现在网络上各种钢化膜层出不穷 但是消费者往往接触不到真正的高质量产品 特别是内地的顾客朋友 作为在深圳最早涉足钢化膜行业的企业 我们一直倡导的是品质为先 质量取胜 今天开始为大家展示我们华德克的一个 0.26的一个钢化玻璃膜 现在开始测试 我们采用的是苹果5的一个真机来进行测试 咱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个包装 一个精品纸盒的一个包装是非常高档的 现在开始进行第一步 我们测试它的韧性 它的强度 首先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包装 然后拿出来的话是有钢化膜 还有一个无成布 还有一个酒精布 这个酒精是一个湿巾的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气泡性风 我现在把它拆开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快递公司是很野蛮的 在运输过程当中的话 经常会弄坏我们的一个产品 把它压伤啊 摔爆啊 各种问题 然后我们采用这个信服的话 是避免了这些问题的 一个 其他的一个 保护作用 这个包装外面是有一个钢化膜的一个功能简介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这一个钢化膜的一个韧性 好 现在开始 大家看 这个钢化膜的那个强度是非常硬的 好 现在还没断 还可以折完 继续 还没爆 我们再加点力量 继续 好 爆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纹路是非常均匀的 这个痕迹是很均匀的 这就是展示它一个韧性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一个贴膜 我们打开包装 还是像刚才一样 然后拿出来这些东西 有除尘贴 酒精 酒精包 还有无尘布 展示一下 这个气泡信封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如果我们这个手机上面本来贴的有膜的话 可以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一丝贴来把它撕掉 但是我今天这个没有的话就省掉了 我们先做一下一个表面清洁 用这个湿巾 去一下油 好 然后无尘布 把它擦干 然后如果担心还有细小的灰尘 可以用这个来 除尘 现在开始这个贴膜 其实这个贴膜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上面有一个手撕位 把这个膜给它撕掉 好 然后两个地方啊 一个按键孔 还有一个清洞孔 咱们给它对位 好 按一下 OK 排气效果是非常快的 它已经排得很均匀了 还在排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已经贴好了 这个触控灵敏度是非常好的 一点都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下 这个 它的一个 刀片 防滑伤的一个功能 这是一个刀片 真实的刀片 我们来直接进行 滑它 一点都没事的 一样 然后我们 看一下 这个刀片是很锋利的 这些刀片 这个刀片已经滑烂了 好 我们来 把它擦干净 看一下 完整无缺了 好 我们来进行一下 看一下表面的电镀的一个防水测试 我们这边 就用这个 弄点水 上面 OK 看一下这个水地角是非常高的 这个效果很漂亮的 然后我们 看一下表面的一个流动性 看到 这一地过来 这一地也过来 让它也过来 好 流动性非常好 OK 这个防水测试就展示在这里 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最关键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碰到的 有时候手机不小心摔在地上 或者是被硬物印到 然后屏幕就坏了 坏一个屏幕也要千百块钱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这个 抗震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钢化膜的一个质量的关键所在 我们来这里有一个铁锤 这个铁锤的话是很大的一个铁锤 我们来进行 来敲击 看一下它那个 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等一下会把它一直敲到 把它敲破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有没有影响 我们先力度 均匀的来敲一下 这样敲是没事的 然后我们加大力度 还没爆 好 我们把屏幕擦一下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是没有手机还是正常的啊 好 我们再来继续 还是没有爆 我们再加点力度 这个9H的效果可不是吹的 还是没有爆 那我们只有再加到力度了 9H的硬度可真的不是代理 还是没有爆 好吧 我们真的要使大一点的力气了 哎呀 这个膜硬是敲不破呀 好 爆了 爆了 它是没有一起全部散开的 它是没有一起全部散开的 这就是防爆的一个功能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手机那个膜给它接下来 很多人肯定以为我的手机现在已经坏了 屏幕已经坏了 其实 好 我们揭开谜底 见证奇迹吧 我把它扣起来 好 好 见证奇迹的时刻 屏幕坏了没有呢 试一下 试一下便知道 OK 非常漂亮 这个9H的硬度可真的是非常牛的 大家看清楚 手机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的 OK 今天的展示就为大家播放在这里 请大家在网络上进行购物 这个钢化膜的采购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